一星期就要贵过两年 中央把工的危机已经解决 代替团来消息 三个工会选拨 没集体效果 既然在这个资方有愿意 就是持续推进这个某项诉求 然后以及说这个外在形势的变化底下 李监视才会在这个 上周日的李监视会上决议说 那我们就暂缓这次的行动 去年在工会不安 代替公司法 对立一般资源 跟这个书记源 在各行丁贴的差别台湾 发动纯洁以法效果的联署 经过这个月现在结束 主要是因为 自方在的主主 毕竟丁贴设出生意 工会也烦恼 一年过来百天前 他会冲击社会对台中文书的信心 还会上这次联署没特交 设定的阶段 才会担远行动 部分区域 就是可能中南部的县市里面 我们有掌握到过半的这个车长 他的联署 甚至在北部也有 确实掌握到了 这个注意影响春节书运的节点 上个礼拜五 有跟杜威同事上讨论过 目前这个春节书运没有问题 为各地中 能够代替 危机六小的解图 代表今年春节所 我们是没有问题 但是 三月二日八 以及四月 清明年假 是不是 国安在做 代替生涯工会 就是不跟你说明了 108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车长们就有自己提这个案件 那当时也是推进到了交通部之后 就是被交通部这边挡下来 接下来这个交通部跟台铁公司 他是不是能够对线他承诺 困境不解决 但依法休假的可能性都还是存在 工会这样散步在后 代替水国开出到16列 对火的列车 国家上进行加开的243班 今年春节火车的云灵 会比平日提升6.5% 这是代替公司法 如果没有跟工会好好地吹车 强行这种的事情 会更略受的发生 明镜新闻总和督